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行情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藝昂子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玉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盤表現 台子今天上漲53點來開出 最高點出現在早上8點45分 來到16810 那麼最低點出現在上午的10點23分 來到16712 整個震盪區間總共只有98點 那麼現貨的成交量只有多少 2592億 那麼今天老師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是不過三 各位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會下這麼一個標題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美國公布了6月份的 這個消費者信心指數啊 是創下了一年半來的新高 也激勵美國股市止跌反彈 那麼台子呢 也就延續昨天晚上夜盤的漲勢啊 今天是出現一個開高的行情 那麼我相信啊 有很多人看到昨天晚上台子夜盤的漲勢啊 都對今天的行情是寄予厚望 都希望今天能夠開高走高一路大漲 但是事實上今天的行情啊 卻是開高走低 甚至盤中呢 還再度回撤了月線的支撐 那麼呢 其實今天行情會開高走低啊 其實從一開盤的時候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怎麼樣去分辨今天的盤式結構 老師等一下會來跟大家來做分享 但是呢 大家還記不記得在端午節前夕的時候啊 市場上有很多的股票老師都告訴大家 趕快進場來找標股啊 搶標股 要找那種還沒有起漲的股票 告訴大家要太落留強 可是端午節過後呢 這時候呢就告訴你怎麼樣 拉回就是買點 我相信啊 如果當指數持續啊 大盤持續往下走 接下來他就告訴你 我們要進行下半年的布局 那麼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你每天都是聽這些話術 對你的操作 對你的績效 是完全都沒有幫助的 我們做指數 要的就是實事求是 我們從來不用刻意的選邊站 我們只要掌握到當天的盤式結構 就有機會把行情變鈔票 那麼呢 每天要做當衝之前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一定要搞清楚當天的結構 那麼怎麼樣快速掌握 當天的盤式架構 就可以透過我們的看盤口訣 穩盤靠現貨公式看期貨 各位投資朋友 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個字 老師每天都在講 但是呢 它是確實最能夠快速簡單啊 來分析當天的盤式架構 就像今天 早上大幅開高之後呢 大家都會想 有沒有機會開高走高 這時候不需要猜 你可以透過我的方法 能夠快速的得到答案 那麼今天早上開高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電子期的表現 是不是比台子期 也比金融起來的強勢 這就表示呢 今天盤面上 還是有多方控盤 多方主導的局面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各位也要看到喔 另外一方面 你把今天的除息點數 加到大盤裡面去 你會發現到 今天台子期 是落後給大盤 而且不是落後 是遠遠落後 也就是說呢 公式看期貨 在這種開高的格局裡面 如果台子期的漲幅 是落後給大盤 表示呢 台子並沒有扮演一個發動機的角色 表示今天的行情是強中透落 所以各位 如果你能夠在一開始 能夠了解到今天的行情 並不如想像中的強勢 這個時候 當行情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能夠 選擇一個正確的應對方式 如果你真的沒有時間 好好坐下來 分析所有的數據 也沒關係 你只要跟著我進場 明天早上 我會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分析所有盤面上的重點 讓你不需要看盤 不需要開電腦 只要收到我的簡訊 就能夠比別人 更快速掌握今天的行情 我們就來看到 今天早上在多少 9點05分 大盤開盤 短短的5分鐘之內 老師會透過台子期 前5分鐘的成交量 大盤的成交量 期限貨之間價差的變化 還有老師多年的實戰經驗 給會員朋友 第一手的簡報 你可以看到 台子今天前5分鐘 是成交了4473口 是大於過去5日均量 3902口 那麼現貨今天是成交了 開盤是119億 是小於過去5日均量 129億 在期限貨成交量 未同步的情況之下 通常行情延伸度有限 那麼早盤台子漲幅領先台 今天早盤 電子期的漲幅 是領先台子跟金融期 但是還原 今日除息影響點數 今天大概是7點 把它加回去之後 你會發現 台子的漲幅是落後給現貨 表示多方控盤 但強度有限要留意拉回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一開盤的時候 你都能夠跟我們一樣 精準掌握今天的架構 這個時候是不是你操作的勝算 就能夠大幅度的提升 那麼以今天的行情來講 要做空的話 當然最好的空點就是一開盤 因為一開盤是最高點對不對 如果能夠空在開盤的高點 今天盤中不管任何一個點位 你只有賺多賺少的問題而已 那麼怎麼樣能夠在一開盤 就能夠順利的進場來做空 這時候就可以透過我們的獨門指標 來掌握住這個主力開盤的多空動向 那麼什麼指標呢 就是我們的預估開盤價 今天的預估開盤價是16818 這是在每天早上 台子期在45分開盤之前 我們系統所計算出來 今天應該開債的一個合理的價位 等到8點45分實際開盤之後 兩個數字一比較 一秒鐘就能夠判斷今天主力 在開盤的時候 它是做多還是放空 我們來看一下早上會員 收到的這個截圖 今天是6月28號 光束指標預估開盤價16818 今天實際開盤價是多少呢 16795 所以當795小於818 就這麼簡單的算數 馬上一開盤的當下 我們就能夠掌握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再來看一下公佈的時間 今天是在早上的8點40分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的會員在一開盤 應該說開盤之前都會收到這個所謂的預估價 等到實際開盤之後 今天第一筆單在8點45分 我們在16805的地方進場做空 而且今天開盤的時候 不只做這一筆喔 還有第二筆 也是在同樣的時間 在16805再加碼做空 那麼另外當行情開始震盪向下 來到我們的空方加速點 各位在哪裡 今天是在16780 在9點04分 在這個地方我們再加碼放空 你可以看到今天早上開盤 短短的20分鐘不到 我們就已經出現了3筆的空單訊號 這一波下來啊 各位不到一個小時 每一口單都有將近平均啊 大概有50點的一個獲利的空間 那麼接下來行情開始反彈之後呢 各位投資朋友 在這個地方 價差忽然瞬間縮小 來到-180.81 在前面這一段時間 基本上逆價差都在-200左右 我們過去講過 如果當行情往上拉抬的過程裡面 逆價差瞬間縮小 表示什麼 各位表示大盤已經漲不動 台子有超漲的現象 這個時候有機會出現一個轉折 所以我們在9點39分 16790的地方 再進場做空一筆 各位你可以看到 這邊下來又是一個大波段 那麼今天這一筆空單 平仓在哪個位置是最漂亮的 當然是今天的最低點 這個最低點 剛剛我們有講過 剛好也是月線所在的位置 那麼事實上 除了它是月線所在位置 所出現的反彈之外 這一條線是在開盤之前 我們系統所規劃出來 今天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 這個轉折點就是16715 各位在今天10點18分來到這個位置 所以在這筆空單 拉下來到今天的預告轉折點 一口單又有75點價差的空間 那麼既然是這次預告的支撐 關鍵的轉折是不是可以反手做多 當然可以 做多上去之後 這邊一口單又有76點 那麼講到這個地方 各位 也許第一次看老師節目的人 都會覺得 這個老師是詐騙集團 怎麼可能會這麼厲害 今天總共做幾筆 一二三四五筆 全部都獲利 但如果你今天是老師的會員 你就知道 我們這些操作都是千真萬確 甚至呢 今天在盤中啊 有一些同業 一些股票老師啊 都覺得 怎麼可能做到這種程度 但是事實上 做指數跟做股票 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概念 做股票你要看的是基本面 籌碼面 還有什麼話題 到底有沒有人在做 但是做指數 它有非常多的一些技巧 可以來做參考 今天如果你不是真的從做期貨出生的話 你只能夠憑著感覺跟一般的散戶一樣 進場來操作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專精於期貨 專精於指數的話 價差就是一個非常好參考的概念 所以今天老師也跟大家保證 我從以前到現在 絕對沒有做過假call訊 我們今天這五次出手 燙燙都獲利 所以如果你過去以來一直做指數 都找不到一個好方法 甚至在盤中啊 才這邊找一些什麼 盤中這些震盪的過程裡面 去找一些獲利的點位 其實你能夠賺的 大概就10點20點而已 可如果你今天能夠透過我的指標 你有機會能夠空在開盤的最高點 能夠買在最重要的拐點 這些絕對不是夢想 我們就來看一下 早上會員收到的簡訊 今天早上8點45分 7月起始16805附近 試駕做空 一樣8點45分 7月起始目前16805附近 收訊後試駕做空 就是我們的開盤光速指標 多通光速指標 大數據運算領先全市場 開盤就出手 讓你在起跑點 早上5點 台子夜盤休息了 6點一到 每股期貨開始起跑 7點半 日經動起來了 8點整 韓顧也跟上腳步 透過小稻蟲 小SMP500 小納斯大克 日經 及韓國股市 在台子8點45開盤前的 漲跌幅度 及近期與台子的 連動性 加以計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 8點45的 預估開盤價 若實際開盤價大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多方力道進場 當天盤勢通常上漲機會大 若實際開盤價小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空方力道進場 當天盤勢通常下跌機會大 市場真正領先指標 開盤就知盤勢強弱 我們的光速指標是市場上 真正唯一的領先指標 只有我們有辦法在一開盤的當下 掌握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都知道做股票 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大戶究竟是怎麼做的 同樣的道理 今天如果你在做指數當充的時候 你能夠掌握到開盤之後 究竟主力大戶是做多還是放空 這時候你跟著進場 你的勝算自然就會大幅度的提升 那麼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在9點04分 7月起始目前16780附近 收訊後試駕做空 再來呢 9點39分 新倉賣出7月起始 16790附近 收訊後試駕做空 這就是我們的當充智能指標 不管是光速指標還是智能指標 雖然它計算的方式跟邏輯不一樣 但是都是老師多年來的實戰經驗 那麼所轉化成的一個非常犀利 而且非常好用的當充指標 我們都曉得做當充 大家都知道方向非常的重要 如果一開盤你做對了 接下來當然會很輕鬆 如果一開盤你是做錯方向 今天下來你只能夠被動的怎麼樣 等待解套 甚至是不斷的攤平 那麼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早上8點45分 台子旗開盤之前我們盤前所推算 壓力點是在16925 支撐是在16715 這就是我們的旗子當中最佳工具 鷹眼預判系統 每天早上8點35分 勝負一定掌握鷹眼 掌握關鍵 過去很多人在看盤 其實方向抓得很好 可是事實上卻賺不到點數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於說 當你看對方向的時候 這時候開始賺錢了 但是你心裡卻是不踏實 你很擔心不趕快出掉 最後賺錢便賠錢 所以往往還沒有到 最關鍵的轉折點 你提前下車 本來可以賺50點60點70點 只賺10點20點對不對 非常的可惜 那麼有時候想多賺一點 又錯過了關鍵的轉折點 最後就真的怎麼樣 賺錢便賠錢 所以能夠掌握到當天 最關鍵的轉折點 對操作來講是非常的重要 那麼我們的鷹眼運判系統 最大的優勢在哪裡 第一個開牌之前 我們就已經先行預告 第二個你不用買任何的軟體 我們用簡訊的方式發送給你 第三個 我們在所有的這些轉折點當中 我相信大家都買過一些 其他的軟體 跟過一些其他的群組 他會給你很多道的支撐跟壓力 那麼究竟哪一道有效 你只能夠平運氣去拆拆看 但是老師是在自己的電腦裡面 完成這些計算的工作 而且幫大家挑選出 最關鍵的一道轉折點 這時候你是不是就能夠集中火力 那麼同樣的道理 做指數當中 除了開盤所有的方向 再來就是盤中關鍵的轉折點 如果你能夠掌握到這兩點 今天不管行情大漲大跌 或是出現什麼奇形怪狀 這些都不重要 因為你只要掌握這兩個要點 所有的行情都能夠迎刃而解 勇成國際投anco 秉持誠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地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城国际头部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稳固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独二选择 永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城国际头部 入会专线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除了早上在9点05分 我们给了第一手报告之外 在9点20分左右 当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之后 老师还会整理一个 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给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第一个 经济数据优于预期美股全面反弹 NASA重回月线 那么第二个 电子期涨幅领先台子期金融 多方积极控盘守住月线 那么第三个 外资连两日大幅卖超台股 来到361亿 而且齐全部位持续的偏空调节 那么第四个 还原今日除息一想点数 台子涨幅是落后给现货 表示强度有限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台子的涨幅是远远不及现货 显示盘式强度有限 而且整个头部形态尚未改变 仍有回测月线的风险 顺势操作留意价差变化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 这个开盘强势扫描 今天不管你是想做多还是想放空 只要了解到整个盘式架构 自然就能够趋及避凶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花时间的整理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最重要的是 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那么呢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各位投资朋友 在所有棋子操作的过程里面 最重要一个字就是快 因为呢 所有的数字变化都非常的快速 尤其是老师常常在讲的 价差的变化 有时候是一闪即逝 今天如果你找的老师 是一边做股票 一边讲指数 这时候你想想看 他要去雇他的股票 这么多档 1000多档 那价差出现变化的时候 他怎么样能够 能够精准的掌握这些小细节 所以如果你过去找多的老师 都是股票老师 做指数做不好 这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 奇货市场上 比别人更加的专业 得到更好的服务的话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业 那么呢 我们再看到 在道琼指数的部分 你会发现 昨天虽然出现反弹 但基本上 它还是怎么样 还是落在月线下方 而且这一次是 假突破 真拉回 回测月线 我个人是认为 这个技术形态来讲 的的确确是比较偏向一个 空方的结构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 纳扎克指数昨天出现 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但是呢 现在也是在月线附近 来回做震荡 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个礼拜 美国股市的技术面 都出现了一个 转弱的一个迹象 那么呢 A50的部分 上一次我们讲过 当它突破之后 一样 要超过三天 才是一个正式的确立 那么这边 站不上三天之后 接下来连续性的下滑 在左右对称 符合我们所谓的迹象理论 那么呢 表示这里也开始要有出现震荡 但是基本上 底部有机会在这里存行 那么呢 在这里有机会啊 开始出现一个 中长波段的反弹 但是还是要记得 你要做长线 一样要设置停损 那么我会建议大家 以上一次的低点啊 来做个多单停损的位置 那如果你是要做当冲的话 这时候可以加入我们的 A50特战队 那么我们再看到 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今天呢 虽然出现震荡 但是量呢 也随之萎缩 表示呢 今天啊 成交量非常的低 大家还是选择怎么样 观望的态度 那么整个形态上 其实偏空的形态没有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到整个卫平昌量 卫平昌量 从79977 其实大家记不记得 前一天啊 大概是7万2000口左右 所以一天啊 增加了7000多口 那么呢 昨天啊 又增加了几百口 今天也增加了几百口 虽然增加的幅度并不大 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下个结论 这个筹码的动能 并没有消退 而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 如果在这个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把放大图形 大家看得更清楚 从这个图形来看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昨天回测月线 今天再回测月线 连续两天回测月线 都快速的反弹 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事不过三 如果的短时间连续三天回测 那么跌破的机会 恐怕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 在这里会不会成为一个 关键的拐点 我们不要预设立场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他再回测月线的话 这时候跌破的机会会非常大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刚刚我们所讲的 未平昌量 其实是持续缓慢的增加 整个期货筹码的动能 还在逐渐的累加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7月台指的30分 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所说的 整个头部形态 非常的明显 那么最近虽然出现 一个跌势趋缓 但是除了头部形态之外 这里也是出现 一个下降轨道线 所以呢 从技术名来讲 它空方的压力是非常大 能不能够突破 当然是有机会 但是重点就是一定 这要突破这种层层的压力 跟关卡 成交量一定要放大 所以呢 在没有出现带量长红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啊 接下来的后市 大家看法还是要相对保守一点 但不管行情 是上是下 是涨是跌 这些都不重要 如果能够让时间回到今天早上 8点45分 我们做指数当中 只要能够掌握当天的结构啊 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今天如果你能够跟对老师 第一笔单 我们8点45分 16805是连续进了两笔空单 但行情果然如我们预期 开始啊往下走 突破了我们的空方加速点 代表指数会加速下探 我们再加码一笔空单 果然呢 大家都还在观望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开高走低 我们早就已经布好了空单了 那么呢 在这个地方 各位一口单就有60点左右的价差 那么接下来反弹的过程里面 我们抓到了价差细微的变化 又找到了一个空点 这个地方我们再进场做空一次 16790 那么呢 当行情急刹到月线附近 很多人还在考虑 到底月线有没有撑 但事实上开盘前 我们的系统已经规划出来 今天最关键的支撑点 就在这个位置 16715 这边把空单平仓啊 一口单最多都有75点的价差 所以呢 那么呢 这笔反手做多上来 各位也有61点的价差 把这笔多单啊 在这个1675做多 摆到今天收盘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每一笔操作啊 都有设置严格的停损 要嘛就35点 要嘛就是40点 那么呢 每一次进场 如果你按照我们的规划 用两口台子来做当冲的话 那么每一次交易啊 不要多 我们用最基本的获利点数 35点40点或是50点 不要说啊 吃饱吃满 这不切实际 用最基本的点数来算 今天都有472点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我说过 做指数当中 是最适合一般的投资人 做股票 就算你抓到这次的波段 了不起让你赚个20% 但你做指数 赚到20%是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你就像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在上个月的波段单 都赚了5000多点 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种 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我真的建议你 跟着我来做指数 行情变化万千 决胜弹子之间 让我用最专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准备好了 随时都有机会 能够东山再起 伸出你的双手 老师就能够来拉你一把 所以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